1 2 3 走 接上我的饭搭子 然后就开启了我们的大连之旅 火车果然比高铁热闹好多 打打牌看看剧 试试东西 时间骚一下就过去了 第一顿饭吃的是 微博小伙伴强烈推荐给我的 日月生鱼夹菜 他们夹菜的分量还是挺大的 除了这个鲍鱼烙饭 真的超级小 我以为能有满满一整碗米饭呢 实际上也就两勺吧 我们俩盲点的这两道菜 都有点一般 可能是前几天吃的 都让我们俩比较惊艳 然后我俩还比较重口味 这家就没有那么的合我俩的胃口 然后有个服务员阿姨 一直站在旁边看我俩 我俩都不太好意思 对这个菜进行什么点评 就是一直埋头苦吃 我们住的地方 离西亚路夜市很近 晚上就来溜达买点吃的 这个也是大伙给我推荐的 大连必吃美食之一 孟哥闷子 它就是用地瓜粉做的 很Q很糯 但是我有点吃不来 正好路过了卖大连标志的雪糕 这个用来拍照很好看 我在美团买的花了6块钱吧 比以前在景区买的那种便宜很多 而且它也不是中看不中吃 是香蕉味还挺好吃的 继续寻找大家都说很好吃的冷面夹 就这个酱臭 就这个酱臭 尝尝 冷面很好吃 里面的酱是真的很臭 臭到发苦 来买面包咯 巴黎贝田是我刚看吃播那 这就被种草的面包店 今天终于买到了 尝一下面包吧 昨天买的巴黎贝田 这个是芋泥布蕾什么的 哦 里面还有黑糖香 里面的鸡蛋液没有蛋毯鲜那么甜 然后是一层芋泥 还有黑糖麻薯 我感觉主要的甜度都来源于黑糖麻薯 整体吃还是挺好吃的 芋泥味很淡 东北公主正在想要她的早餐 法式布蕾 芋泥烧 干干嘛干嘛 巧克力可颂是我之前看一个吃播吃过 真的被馋到了 这巧克力酱好少 我是昨天晚上买的 今天早上吃这个酥皮就不酥了 甚至有点梗 原来不是巧克力酱少 是我没咬堆地方 我看人家自己拿空气炸锅炸一下 可颂巨酥脆 巧克力酱还会流心 就是咱熟师妹那个条件了 它这线都在这边 中原来很好吃 早上吃一个幸福一整天呢 爆浆麻薯 也是昨晚在夜市买的 本来我还在纠结买哪个口味 那个姐姐就说每个口味都可以拼一些 拼着拼着就装了一大袋 剩下的几个拿铁味都让我给买了 我本来最想吃的就是这个拿铁味 没想到原味和草莓味是最好吃的 甜甜的又有股酸奶乳酸菌的味道 下午我们去了海洋公园 今天风实在是太大了 吹得我俩头都疼 赶紧来了碗热乎乎的嘎嘎汤 我们吃的这家是海胆小馆 本来我在它跟洗顶之间纠结 后来我看他们说洗顶菜品有些不太好吃 我本来也是奔着这个海胆饺子来的 所以就选择了这家 味道真的很不错 而且环境也好 餐具也好看 可能是那天太冷了 我本来是一个从来不喝汤的人 我俩那天把这一大碗高辣汤都喝完了 额外点了一个海胆小笼包 他觉得小笼包更好吃 我觉得水饺更好吃 反正我俩那天真是冻傻了 满满一桌子 几乎都不剩啥了 海胆正当我剩了点 因为我觉得没有鸡蛋糕好吃 有点腥 出去旅游比起上场里的高档餐厅 我更乐意去发掘这种 小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这家无限虾翔也是超级火 我俩赶在他们休息之前到的 正好人少不用排队 上菜还贼快 跟着网友吃准没错 要了一份方便面拌进这个汁里 特别好吃 吃完就来买蛋糕 我信信念念的香蕉棒蛋糕居然没有了 连蛋糕都得提前预约了 顺的路又去了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一家贝果店 不过很可惜 我想吃的乳酪贝果也没有了 就买了一个黑芝麻花生的蛋糕卷 这么大一个 买的是半个30多 一开始还有点小心头 后来觉得这半个也挺多的 这个蛋糕卷很神奇的地方就是 它吃一半就达到那种吃甜品的满足感了 而不是说有的甜品吃一半就腻住了 里面是纯奶油 还有一点黑芝麻奶油 还有花生的颗粒 蛋糕体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 中间的奶油配上花生碎和黑芝麻酱 真的巨无敌香 本来去的时候是奔着香蕉蛋糕的嘛 知道没有了之后 其实是抱着一种来都来了的想法 买了一个蛋糕卷走的 并没有对它抱有什么期望 但是吃完这个蛋糕卷之后 产生了还想尝尝其他口味蛋糕卷的想法 哎 碰巧今天是情人节 碰巧我们住的旁边也有一家 好历来 人总就给我买了这个 情人节限定的兔子蛋糕 我之前特别想吃圣诞节那款来着 又是吓人 跟鬼片似的这个屏幕放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照个线 许个愿吧 好了 一二三 OK 这个能吃吗 没尝出来这都是啥味 蛋糕体在里面的存在感很低很低 大部分都是奶油还有慕斯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上面的一层 芋泥奶油 不过超级少 最下面都是树莓奶油吧 应该是 反正就是超级酸 中间还夹了一些果酱和冻冻 最下面一层是苏黎饼干 但是可能是我买的比较晚了 它已经不是很脆的 另一天去打卡 粉丝好力来店 它是在万象会里 我好像去哪儿旅游 都是奔着面包和甜品 希望等下不要看腻了 我也有吃其他的饭菜 只是没有录进来 我更喜欢录这种好看的小东西 这家面包店是奔着肉桂卷来的 可是我想吃的口味也卖没了 最后还是选择了很经典的苹果肉桂卷 晚上我们吃的是半天要烤鱼 这家烤鱼真的好好吃 米饭也超级好吃 我吃了两大碗 本来是打算吃完烤鱼之后 吃个蛋糕去去油的 但是太薄太长了 就没吃下去 放到第二天我还怕它坏了 所以只好大半夜在这儿 最恶的解决掉 我好像对香蕉味甜品有一些执念 一看到就忍不住想买 好力来 这个蛋糕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吃 外面一层白巧克力我居然都觉得一点不腻 甚至嚼嘴里还有一股奶香 里面是巧克力奶油 香蕉奶油 还有像脆香米脆脆的那种东西 口感超丰富的 终于有空来尝成这两个小东西了 先是一个芋泥面包 买的时候我心想 我都已经吃过这么多好吃的芋泥面包了 我应该能想象出来它的味道 但实际我真是大错特错 这小东西真的让我很很惊艳到了 怎么面包会做的这么软这么好吃 里面除了芋泥还有一块像黄油奶酪的东西 蓝莓贝果 说实话我觉得我更喜欢太太的软面包呢 贝果就跟我之前吃过的差不多 馅儿也没有很多 是一种又像馒头又比馒头有点韧尽的口感 我第一回吃店里卖的肉桂的 这是苹果肉桂的 上面的苹果果里裹上了满满的肉桂粉 肉桂卷我第一次吃这种软面包 以前吃的都是起酥的那种 这个是软的面包 不要爱吃那种酥的那种 酥的会更香一些 而且它面包中间的肉桂夹心很少很少 我们终于赶上了一个天气好又不怎么刮风的白天来看海 第一天晚上去了阴沙滩 真的是要冻死了还什么都没看到 最后一天的主要目的就是买特产 因为我直接回奶奶家了 所以买一点回去给他们吃 强烈推荐给爱逛菜市场的姐妹们这个大连商场 整的超级大 里面吃的也超级多 各式各样什么都有 要不是太累了我能在里面逛一整天 4块5买了一个超大的包子 感觉由我巴掌那么大了 买的是海菜扇贝馅的 没吃过海菜 在我想象中应该跟紫菜差不多 吃这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有一点点海的味道 我以为它是把扇贝剁碎了 混进这个海菜里 但其实它是一整个只有一个扇贝 而我非常不幸的没有吃到那一半 逛的时候不怎么饿 还有点累 所以就买了点特产 大致走了一圈就出来了 后来就十分后悔 没有仔细逛逛 多买点吃的明天路上带着 我现在吃的这个是炸元宵 我买了一个酸奶馅 还有榴莲馅 黑芝麻馅 但这个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它皮也太厚了 而且有点咬不动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 现在我已经在机场等着上飞机了 本来只想去罗森买瓶水 但是遇到心上的甜品又没忍住 不过这个泡芙我觉得很甜 不是很推荐 不过这个泡芙 很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